Hello 所有网上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澳洲多元无化教育中心处 AMEC所公益赞助 在澳洲留学网络电台播出的节目 我是Eason 或许很多人说在留学这条路当中 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决定 或者是在你人生求学路上面 或是在事业上面你可能碰到一些瓶颈 既有可能到国外去留学生 早能够开启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事迹 于是想听听看别人的故事 接着别的故事当中 或许可以找到一些你在茫茫答案当中 也希望有一盏明灯告诉你 可以怎么做比较好 或是提供你一些更多宝贵的意见 在今天当中有提到 也是在这边 他那边时间比之前Eason所访问的一些朋友 他还要再久 所以算是一只老鸟 这个老鸟呢 可是他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老鸟他真的是仕途老马 他懂很多 我们欢迎肉依 肉依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肉依 肉依实在是一个大忙人 最近呢 朋友也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呢 他处理之下 哇 百忙之中抽空呢 到我们录音室来接受访问 肉依 想要请你谈来说 当时哦 你就已经决定说 你要出国念书这件事了吗 这个倒是啦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出国念书 包括因为 很小的时候 家里就很希望我出去 所以我 都吃在读国际学校 但是最初呢 家里希望我去的目的地 是美国或者加拿大 因为很多的朋友啊 或者是亲人啊 在那边 但是 而且我读的国际学校 是加拿大的国际学校 是 但是最后我选择来澳洲 的人很简单 因为有点很怕冷 哈哈 很怕冷 所以跑来澳洲 对哦 因为澳洲 尤其我们在布里斯本这边 不会下去 对是的 而且因为在澳洲这段时间 我也有到处走走 我就觉得 觉得我当时的选择是 非常的正确 相比 相比摩本和斯坦尼来说 布里斯本的天气 真的是好很多 所以这边呢 完全不会让你有 适应上的困难 对 我很爱这边的天气 所以我们肉饮呢 是从 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然后呢 它所带的地方是 零下 冬天的时候 零下二十几度 是的 非常的冷 那个地方是来自于 沈阳 沈阳 光听到这个 可能很多人在地理课本当中 还在摸不到 手续说 到底要靠近哪里 靠近就是东北那个地方 对 然后二十几度下雪 你们那时候 你怎么过 过程 我们很难想象耶 很多朋友可能在 这个温带 或在整个台湾 已经生活习惯了 很难想象 到底下雪 零下几度 就觉得冷得要死 二十几度耶 说实话 在澳洲待了这几年之后 我也很难想象 我过去的十几年 是怎么活过来的 你来之后 除了这个天气上面 让你很喜欢之外 这边的文化的一些 包括连上课啦 老师教学方式 是不是跟你在国内 所碰的环境 有很大的差别 即使我在国内的时候 读的是国际学校 但是来这边之后 其实整个的教学方式 以及环境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 还在犹豫要不要 出来念书 但其实我想 只要大家 抱着一种 open mind想法 然后不要过多的 去纠结自己 过去的生活 不要想说 会不会不适应 就这边 这边会是一个 很好的体验 怎么说呢 可能在 你的一生中 能真正有机会 在外面定居的日子 可能真的不多 趁年轻的时候 出来多走走 真的很好 而且不同的体验吧 总会给你带来 很大的收获 是是 你来到这边 已经有多久时间了 已经两年多 两年多 两年多下来 你没有像一些朋友一样 出现所谓 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吗 我还好 我适应的还蛮快 基本 我记得我第一 我刚到这里来时 看 还 真的是蛮不适应的 我来的第一天 下飞机之后 就感觉 一切都和 亚洲的城市 区别真的很大 特别是像 如果习惯了 大城市的生活之后 来这边 刚开始会觉得 有些 有些无趣 但 你习惯之后 你会很享受 这边的生活 因为这边 很多人说 尤其布里斯本 这边感觉很像 是退休之后的生活 是的 因为它的步调很悠哉 而且 可能五六点 街上的人就很少 店门都关了 这件事情上 我反倒觉得 布里斯本要比斯尼 和摩本要好很多 因为在布里斯本 才能真的体验到 澳洲的这种 慢慢的生活节奏 它就不会像 PERS 阿布雷 这种这样的城市 那样的过于的孤独 这边其实 繁华的地方 还是蛮繁华的 而真正的 我们真正的居住区 又要能让你感受到 真正的抑郁风情吧 我觉得 有一段时间 我还蛮常住在摩本的 但是相比之下 我就觉得 布里斯本比那边 要更加的 适合去居住 在这里几乎你想找到的东西 总是可以找到 它又不像 西德尼那种大城市一样 缺少人情味 相比之下 布里斯本的人文气息 也很重 而且 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的生活压力 要比 摩本和西德尼小很多 因为 总的人口 就要比那边 要少很多 每个月的房屋的 每个月的房租 大概是在 四百块左右 四百块到四百块 四百块澳币 你现在都以澳币为 计价单位 四百块到六百块之间的 然后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 在家里自己煮的话 吃东西还 还好不是很贵 但如果 大家像我一样 比较喜欢出去吃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对 对 这边的话可能 如果是跟在国内 或者是跟台湾相比的话 其实 这边的吃 我觉得有点 稍稍偏高 即使不算汇率了 把汇率刨出不算的话 这边的价格 也还真的是蛮高的 是 可是在这边的收入 相对来讲也比较高 对 所以如果和收入来比的话 其实还不错 这边 如果大家希望在这边 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 这边的生活 还是 还是挺不错的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 有像 我碰到 包括连Eason自己本身 都曾经有这样一个过渡时期 来的时候 买什么东西 然后就开始 计算机 拿出来拼命的案 然后这样子看 哇 这个好贵 这个还OK 这个比较便宜 你曾经有过这段的时间点吗 还是有的 虽然 虽然 我的情况 我还是蛮快就适应这边的物价 但是我还是 大概有一星期的时间 是觉得 一切价格都很夸张 当你适应下来之后 所以我想说的是 来这边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适应物价 把货币代号去掉 对 不然大家真的觉得什么东西 你都买不下手 然后也吃不下嘴 然后甚至 你就会犹豫半天 这样子 包括连这边的交通 很多人也是很compute的地方 就觉得 怎么这么贵 但是如果真的换算下来 如果你在这边有个工作 或是即使打工也好 可能你在这边念书留学之外 你又打工也好的话 其实你每个月的收入 跟你的支出相比 你说不定还可以存得到一些钱 好 大家现在收听的是 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这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所公益赞助播出的 我是Eason 今天呢 很高兴我们访问到的是Roy Roy呢 在这边已经两年多 两年多的留学生的生活 他从刚开始 他最喜欢这边的 刚刚前面有提到 他最喜欢的就是天气 然后再来呢 他最爱的 请他推荐的 他还是觉得 他想要推荐这边的天气 因为这边的天气呢 已经让他觉得整个就是很舒服 很悠哉很easy的享受 这国外的度假 包括阿联 这念书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上好像在度假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吗 对我来说 学校课也没有任何压力吗 还好啦 就 只要 只要你慢慢的适应一下 就发现这边上课 其实还蛮容易的 没有想象那么难 语言当然是个问题 但你 克服掉语言障碍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说实在的 这边的课程如果把它变成 我们把它成中文来读的话 你会发现很简单的很 比 其实 可能和欧美大陆是个国家一样 它整个的课程系统 要比亚洲平均的课程系统 都要简单很多 可能比较注重于专业知识 和你自己的 idea 自己的理解 跟你讲这就是重点 很多人来这边的时候 都觉得说自己在国内 可能英文水平还不够 或是有些人觉得自己信心满满 因为毕竟要到澳洲 或到英国这边国家 这些国家来念说 我们要考亚思 就是 IELTS 那 IELTS 有些人觉得说 我自己已经欧帕 甚至可能高于学校给的标准 但有些人可能觉得 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所以可能就卡在 这个英语水平这一关 你这方面的话 是不是可以给大家 收听我们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一些朋友一些建议呢 或是一些 你内心的呼喊 告诉他们说 可以怎么做 让自己在这边可以学习得更好 在 IELTS这件事情上 我想说 大家不用多一个句 就解 IELTS的成绩 IELTS的成绩 只是帮你获得签证 也是很大学 对对 IELTS 很多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 IELTS传绩可能很高 但是我想说的是 IELTS的成绩和你在这边 真正的开始学习 开始生活之后 和你的语言是 关系并不是很大 就算你 IELTS分数很高 你也不要 要奢望自己一下子就完完全 在这边的语言环境中 就不说澳洲的方言 澳洲澳式英语上面的口音 即使没有口音这些问题 你会发现很难真的像 当地的学生一样去 在课堂上去讨论 去debate 去沟通 但是只要你有信心 你会发现 大家很乐于听你说错的英语 说错的英语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会觉得很可爱吗 还是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理解你这样 而且大家一定要有 最自有信心的是 英语是我们的 second language 我们还可以说得这么好 想想澳洲人他们 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说 second language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 觉得害羞的英语不好 而且澳洲人是很friendly 很open mind 他们会觉得说 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的英语能说到这种程度 已经很不错 他们不会说觉得 你的英语很差 或是怎样 这件事呢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大家不用因为怕自己说错 包括文法什么出现错 而不敢说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ok的 因为在我感觉上 很少有澳洲人的文法是正确的 那你来这边之后 你真的发现 你的英语有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倒是谈不上 但是说实在的 在这边待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你在说话以及去理解上面 你会真的好很多 环境才是最好的老师嘛 在这边 在你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下 你想不提高 你的英文水平也很难 其实 而且 因为我的ELS是在这边考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只有我是个例啦 反正我是觉得 这边的ELS分数会比 之前的分数要高很多 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 在这边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熟悉了这边的方式 我不敢保证 但我觉得这边的ELS分数 会给的高一些 你讲这个话 其实我听了还蛮多人讲的 算可是这边考ELS的 费用也比较高 330块LB 哇330块LB 这其实是高还蛮多 但是也很多人说 这个成绩来讲 也是会高一些 会高蛮多 而且好处是 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我个人的 我个人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这边不同的ELS 因为每个程序都会有 几个ELS的考试点 大家会觉得 不同的ELS的考试点 给出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是 那你自己也是这样觉得吗 我自己这样觉得 或者是跟你的朋友 讨论之下 你们共同的结论 也是这样 因为我朋友在很多 在Britney 很多两个ELS的考试点 都有考过 然后我们有发现说 两个考试点 会在不同科目上 给更高一些的分数 哦 嗯 好 会小秘密 好 真的有些关系到 有些朋友 如果你想来澳洲念书的话 你的ELS考试 可能在国内 或者是在台湾考 不太理想 没有关系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或者是回心哦 然后这边呢 其实你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很快的 你的英文真的会进步 尤其你每天都大量的听嘛 除了课堂上 之外老师 也会给你出Homework 那包括你 你走在路上招牌啦 或者是呢 搭公车等等的 几乎anyway 你到哪边去 几乎都是英文 是主要的沟通工具 那再来就是你的母语 你可能会跟你的朋友啦 或是呢 有一些华人超商等等 你才会用到中文 不然大部分还是会用英文这样 好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继续问若宜是说 如果可以让你再选择一次的话 你还是会选择来澳洲吗 我还是会选择来澳洲 是这样肯定的答案 因为还是天气 天气还是最吸引你的地方 是的 对好 那如果有些朋友他来的时候呢 你还有 你最后还没一些贴心的小弟弟 可以跟他们分享 那来这边之前 你可能哪些要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或做好功课 来这边的时候呢 可以让自己过得更自在 更享受这边的生活 我觉得很简单 Forget your past Open your mind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铁这边的生活 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去抗拒 接受一切新的事物 你会发现这边的生活很美好 哇 简单明了 相当好懂 好 今天呢 就非常感谢Roy呢 到这个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然后分享他自己个人的留学经验 虽然他现在还在念书 这书还没有念完 不过呢 看到已经念了两年 根据Eason呢 这样子看下 觉得他活得非常的好 而且生活也蛮精彩的 到处的去游历 之后呢 也会继续访问Roy的 因为他在旅游这方面呢 他个人也是有很独到的经验 有一些 他自己个人的一些配备 要跟大家分享 也自己请大家继续锁定 说我们的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我感谢你 谢谢 OK 以上节目 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公益赞助 如果您对以上的节目内容 有更多想了解的地方 您可以写信 或到我们的官网 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有专业的移民专家 以及留学顾问 与您进一步联络 感谢您的联络